我先跟妳說 我還沒有原諒妳 是因為我看妳現在心情不好 所以想來陪妳 妳剛剛都聽到了 不管妳是不是張志祺團的 接班人 不管妳會不會當上董事長 好 只要妳是張禮謙 我就會一直陪著妳 謝謝 最近我常常有一個感覺 比起我自己一個人失敗 我更難忍受自己 在我心愛的人眼中 是一個輸家 我希望妳能好好珍惜妳前我爸 畢竟她是為了妳來求過來的 她幹嘛多管閒事啊 她這麼幫妳妳居然說她多管閒事 整件事情來龍去脈妳可能不是很清楚 反正呢 這是我們兩個之間的事情 現在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所以請妳不用擔心 但是我還是要謝謝妳 剛剛幫到夏天津的忙 我願意來幫忙 都是為了禮謙我爸 但為什麼 妳對我這個外人 做得舉手之勞 都能說聲謝謝了 反而 跟妳最欠禮謙的爸 他為妳做那麼多 妳都捨不見 我本來就不指望妳在事業上 妳在事業上 能夠幫助禮謙我爸什麼 但我以為 起碼妳能在情緒上 感情上 可以給他有個依靠 結果 他幫妳這麼多耶 妳到底都對他做什麼啊 如果妳不懂得珍惜禮謙我爸 那我會把他搶回來 妳還沒放棄啊 我沒說我要放棄啊 我之所以把禮謙我爸讓給妳 是因為 覺得 妳可以給他幸福 但如果妳要繼續糟蹋他 我肯定不會讓哭 而且我一定會把他搶回來 誰糟蹋他 我都還沒說他糟蹋我對他的信任 還有啊 什麼妳讓給我 他自己選我的 哈囉 妳沒有 幹嘛 人嚇人家會嚇死人的耶 我是妳媽耶 我嚇妳幹嘛 妳是怎樣啊 妳在跟誰講話啊 沒事啊 不怪妳事 月老 桃李花開愛自來 我找到了吧 妳這個騙子 還敢自稱是月老 姑娘何出此言啊 妳上次幫我朋友算命 說什麼他們會有圓滿的結果 結果真正的結果是 他們已經吵架吵得快要分手了 這不可能啊 老夫怎麼可能算錯啊 姑娘妳上次說那兩位朋友的名字是 張里謙跟邵玉芳 等一下 去去去去 你真不專業月老 怎麼這麼沒有職業道德啊 隨隨便便就把 個人的資料這麼私密的事情說出來 抱 抱歉啊 是老夫的疏忽啊 一不小心就沒留意 不過姑娘啊 妳那兩位朋友是真的分手了 還是姑娘妳 用詞有點誇張啦 我是有點誇張沒錯 不過 妳為什麼一直要叫我姑娘啊 妳真的以為自己是月老 玩穿月從古代來的 老夫很老派嘛 其實 其實老夫有一個很 modern的英文名字啊 她們都叫我 老夫說的都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妳上次贈我一句 桃李花開愛子來 我請問妳 我的愛什麼時候來啊 這個 妳說啊 不勝責嗎 姑娘 妳 被我抓包了吧 大家都說 Mr. 才可以精準算出 哪一天會結婚 我這麼簡單的問題 都回答不出來了 還敢自稱是Mr. 才 更別說是月老了 不是每個客人 都像我一樣脾氣這麼好的 以後擺攤騙人這種事 就不要做了吧 小心被人炸炭 知道嗎 老夫當然看得到妳的姻緣 但姑娘 妳又不相信我 我又何必一定要告訴妳呢